我才不會嫁有錢啊 我覺得我一定是養小白臉的那種人 看聽山褲在那邊唬爛 我告訴你們山褲哪一天不唬爛 就是他就是在不看這些實況主妹子們的一天 我看那個日期應該是差不多的 就哪一天他又找到他那個克星 找到一個那個交往對象 然後他那個對象就會不准他看所有的女實況主 到那一天他就不會再唬爛了 他不會再唬爛了 有看他現在還可以在這邊 那是因為沒人克他 哪一天他找到他的克星 小燕姐好親切 啊我在現場都很親切的好嗎 是嗎 欸我要看一下今天訂閱的是不是 都是在場上被我威脅說要訂閱的 我今天在場內威脅很多人 我說妳妳妳妳妳有訂嗎 妳有訂嗎 妳 妳有訂嗎 嗯 要合照是不是 ID ID多少 ID 嗯 嗯 合照錢 嗯ID 一個一個揪 有沒有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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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在現場都很親切的好嗎 啊你們有想要健身的話 我們有個MOD在那個 幹店名叫什麼我忘記了 陳吉思汗三重店 當教練 你們可以去找他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好像有聽說就是健身房的一些區別 就有些人就去好玩的 然後有些是媽媽班 就是會有很多媽媽 然後他可能都是去練一下練一下八卦八卦 然後都是跳油養之類 但是 陳吉思汗就是真的全部都是 呵 就是真的是要壓壓重量壓到極限的人在練 我覺得如果你們真的是要去練的話 就 陳吉思汗感覺好像是不錯的選擇 不然其他很多地方 光看那些梅亞 在那邊 可能就是 就不會想要練重量了吧 就會 協議無法 無法集中 在上半身 都變成在下半身 阿妹子光看她真的變 我 我看你應該就不會想練了吧 要去看妹子才能觸發支線任務 請問一下 什麼才是主線任務 什麼才是支線任務阿 如果你真的是在健身房碰到的妹子 那你的主線任務應該就不是健身了吧 而且我覺得健身這個風氣也會 希望阿 希望可以改變一下 大家對於女性體態的美感 因為真的還是大部分的人 是喜歡皮包骨 但是真的是這個風氣 盛起來之後 像我這種 像我這種女生才有存活的空間 我理想體重喔 4 5吧 那麼瘦要幹嘛 幹白癡喔 我不知道多辛苦阿 那個電玩展一排 我就看起來最胖 那個時候你就很想死 小梅你都怎麼瘦肚子的 沒有我肚子很肥 所以你問錯了 可是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脂肪區 就是 你可能會有某一區 特別胖 那是基因問題 這當然如果你刻意去雕塑的話 還是會有所 還是會有所改善 可是 那一區會特別容易囤積脂肪 我是不是在哪 我就是在 我就是在 我在我的軀幹阿 我的軀幹很肥 呵呵 就我 我的軀幹 一直在就很肥 但我手臂就沒 沒什麼事 跟我小腿還阿 但我最近已經 就脂肪已經飽了 我最近脂肪超飽的 我就整個 呵呵呵 整個變膨 我就這樣 趴起來 超好笑 我現在緊守 我現在緊守著 體重的底線 呵呵呵 都不懂那些 女 女實況主們 為什麼 為什麼你們可以這麼瘦 為什麼 大家平平都是 坐在家裡打電到的阿宅 你們到底是怎麼變這麼瘦的 然後我問忠娜琪 喔 小熊那個已經不是有去健身房了 我就算有去健身房 我也沒有變 沒有辦法變成他那樣阿 你知道忠娜琪去健身房 是去長肉的 哼 他不是去瘦身的 他是去長肉的 哼 他就會那種 欸我覺得我手臂看起來 有點太細了 所以我想要把他練起來 看能不能有一點肌肉 把那個手臂 可以這樣撐起來的阿 你是不是想掐死他 我想打斷他的腿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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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的腿這樣 啪!應該就會斷了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他是教阿卡阿 真的 會教小熊如何吃財長的肉嗎 我才不會教他了 我幹嘛要教他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要知道體重這種事就很偏激 不是喔他就也不認真 他也不認真吃阿 他也不認真吃阿 欸 我超常 就是那種大半夜去他家 我大半夜去他家 然後他就說 欸我們吃的東西好不好 我今天又一整天都忘記吃東西了 那我就想說 覺得忘記吃東西真的很靠夭 我要幫小熊平反一下 他不是忘了吃而是吃不到 吃煉蛋了 啊 可波 欸你們覺得 因為像大家都有自己粉絲的暱稱阿 像小熊是熊家軍嘛 然後你是泥寶 那 那 那我們要叫什麼 什麼熊粉 什麼意思 幹你不就熊粉嗎 你在說什麼東西阿 呵呵 我怎麼 我怎麼不會發現 挖了小熊台 我也留在看好阿 當然我沒在看台阿 只是不想出聲而已 我就看著你們 靜靜看著你們裝B阿 你們 我這樣很陰險 我哪裡陰險 幹我 不是阿 我只是把它放背景聽 我不是真的是去刻意看你們 有沒有在裡面講話好不好 我心心沒那麼重 我就是去看台的 然後只是我把它當背景聽 然後沒有在那邊聊天而已 講得好像 我刻意去看 我一個個一個看 媽的你們到底是誰 呵呵呵呵呵 我講得好像我那樣一樣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幹我不能看 我不能看中大棋開台是不是 不要叫沒黑阿 不要 什麼沒有前沒來 我都有負面阿 要來臉正面的 沒抽棒 好 想被打喔 沒抽棒 呵呵呵呵 沒朋友好像很不錯耶 就是又有點痠 又到了一個沒朋友囉 呵呵呵呵 我發誓我剛剛那句 不是在痠 我發誓我那句 不是在痠 呵呵呵 突然覺得這個沒好像有點負面耶 就是不管 不管怎麼講都 都蠻敷厭 都 都是一個負面狀態 呵呵呵 呵呵呵 沒朋友沒人愛 呵呵呵 呵呵呵 那天在LINE群還有一個人說 沒智商 呵呵 我想說幹沒智商太過分了吧 呵呵 沒朋友好像真的很不錯耶 呵呵 呵呵 你各位沒朋友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你才沒朋友 沒關係啦 我們都一樣 我也是真的沒朋友 呵呵呵 呵呵呵呵 之前我朋友約我去唱歌的時候 我在打尾明一行 呵呵 現在每個人看到我 都會酸我 呵呵 我今天又要Rami也酸 就是我在聊天聊聊 他說喔上次唱歌 就是你沒來的那一次啊 就是你 就是你沒來 在那邊給我打 在那邊給我打電動打尾王 你們來的那一次 呵呵呵 呵呵呵 所以現在每次遇到他們 他們都一直酸 呵呵 呵呵 我就說哇靠 我不可能 我啊我怎麼可能 放著那個尾王 不打然後我出來唱歌 喔不可能 真的做不到 呵呵 怎麼一樣37歲 呵呵呵 呵呵 你的意思是我真的長長得 看起來像37歲 你的意思是這樣是不是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 你的意思是你覺得我看起來 是真的37歲 你說說看你心中37歲的人 是長這樣 你說話像47 屁啦 然後我那邊演奏 但我覺得我現在真的是蠻 蠻 看的蠻開的這樣 但我 我是後來才發現 其實大家好像都是慢慢走過來 就大家先從這樣看得很不開 然後再慢慢看 沒有酸沒有酸沒有酸 哈哈 就是大家一開始都看得很不開這樣 然後後來就是漸漸的慢慢的看開 所以我覺得 開始的話還是多少多少有點用 就是 就是修煉脾氣吧 就是願你遇到很多 很多不如意然後跟不公平 跟超梗 一直要算 跟之類的這種事情 但是你就是會慢慢的去學著 去學著這些事情 其實根本不怎麼樣 對 就是你要慢慢的去學習 就這些事情 對你來說根本就 就還好 就 就沒事 就只要你還是有好好的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你自己能夠獲得一些成就感 就夠了 謝謝 謝謝